基本上近視其實是眼科最常見的基地 因為它其實會有產生很多病發症 我們近視不是僅僅就是戴眼鏡而已 它其實是有可能產生很多病發症 尤其是當你的度數很高的時候 其實它可能地發有很多病發症 比較容易白內臟 然後比較容易有紅髮布皮疙 然後比較容易有紅髮布皮疙 甚至一些青光眼的疾病 所以基本上它是一種疾病 而且是需要技巧控制一些疾病的 基本上近視是必須控制 尤其在東方的社會 其實在很多小朋友在很年輕的時候 其實它就近視 那近視度數呢 它一旦就產生的時候 它其實在年紀輕 速度增加得很快 所以當你發現的時候 就必須及早通知 不然它的度數就一直增加 而且累計 所以就變得高度限時 所以它一定要及早發現 而且要及早通知 所以這是為什麼現在台北市衛生局 或或新北市衛生局 或是其實全診都是在做一樣的事情 就是希望透過篩檢來夠發現這個疾病 就是因為我們發現如果沒有很早的發現 在很晚的時候才發現 這些小朋友其實是累積很多程度的一個近視的狀況 近視其實就是有分兩種 就是一種其實是真心的近視 一種假性近視 假性近視其實它本身是沒有近視 所以這是為什麼 小朋友一旦懷疑近視的時候 其實先要到眼前去看 因為其實我們眼科醫師會透過 散瞳變光的方法來區分 你的病人到底是真的近視還是假的近視 那如果是假的近視 當然就是說其實你用透過就是看遠的 或許你的結狀記憶不會近亂 那你就不會就是真的 就是它就會慢慢回復 但是假如說你是真心近視的話 其實就是這個是沒有用的 其實當然是說 那第一個就是要透過治療 就是減散容器或帶著我們的塑膚品 那另外一方面當然是透過看遠 或者是增加一些戶外運動 它也可以讓你近視助出加深的速度 應該是這樣講說 就像我 我本身只有100多度的近視 我其實不戴眼鏡我也看得到 但是為什麼要戴眼鏡 因為我覺得戴了眼鏡我可以 例如說 我的學習能力變得更好 那例如說 我在很遠的地方 就能看到我認識的人 我可以跟他打招呼 我覺得這樣比較有禮貌 基本上這就是這樣子 你戴上眼鏡 你覺得你的生活變便利了 那他你當然有 那就像你開車一樣 為什麼現在人不要就是都走路呢 因為你其實有很多方便的交通工具 那這是一樣的概念 就是說你近視的人 因為假如說你沒有戴眼鏡 你就不需要換眼鏡 你的度數一直增加 所以你沒有意識到 你其實度數一直增加得很快 但是你戴了眼鏡之後 你只要稍微度數有一點變的 比較深一點點 你就看不清楚了 那你就會再去換眼鏡 而你一直在換眼鏡的這個過程中 你就以為你的度數反而增加得很快 那其實這是不對的 基本上就是說 你戴眼鏡是為了讓人看清楚 那其實就是 近視的治療有兩個方面 一個是戴角魔術型片 戴角魔術型片 當然就不用戴眼鏡 但是你戴 就是如果是使用散銅劑的小朋友 基本上你要戴眼鏡才能放 那基本上 是建議要一直戴眼鏡 為什麼 因為一個是你戴眼鏡才能看得清楚 第二個是說 有些小朋友 為什麼會近視機 也是在看近距離 他 花的時間就是太長 而且他就是 靠著眼鏡在看 你基本上 如果你在戴著你的眼鏡的時候 你又墊散銅劑 你近的其實會看得比較不清楚 所以基本上 你 每個人的反應其實就是 你自動會把它拉得漂亮 其實這反而就是 讓你 不會比較靠近看 那有些人例如說 你真的是 你戴著眼鏡的時候 你近的看不清楚 你可以試著拿掉眼鏡 如果你拿到眼鏡之後 你的距離是維持30公分以上 你看得清楚 那這個時候 你看見的時候 就不用戴眼鏡 但假如說你是 你拿掉的時候 你的肚子太深 你必須拿得很近 才看得到的話 這樣你反而太接近了 你反而容易近視加深 所以這是因人而異 那通常是建議 一直要戴著眼鏡 這樣其實是比較正確的方法 而且其實 國外有一些研究 其實也是認為 就是說你戴著眼鏡 戴著足夠度數的眼鏡 戴足夠數的眼鏡 它是比較不容易增加 人就是這樣子 其實如果你沒有病急檢查 你很難發現 你有一些改變 就像例如說 你的度數其實慢慢加深 所以你有可能會 其實慢慢看不清楚 你沒有在追蹤 你其實都不知道 已經產生了一些變化 那加上有一些小朋友 他可能會有些不可行 或者是他也會擔心被父母 說我最近可能又 近視加深 你可能打電動什麼 你擔心被父母知道 你已經度數加深 所以透過定期的篩檢 你才能發現一些 就是可能 就是你沒注意到的 因為其實角膜素行片 其實使用起來最重要 其實安全 安全最重要 所以安全 你不要想說 第一個 那你一次 就是使用完之後 當然比較清潔 那可是你清潔的過程 東西也可能造成 你晶片的損害 那加上就是這個晶片 它為了安全 所以它要做高透眼 高透眼晶片 基本上它 它就會比較軟一點點 它雖然是硬直眼鏡 它會做的比較軟 所以它相對來說 是比較容易刮傷的 再來就是說 硬直眼鏡 其實你如果沒做好清潔 它其實容易有一些成績的 那這些成績的部分 可能會影響你角膜素行片功能 所以甚至在一些國外 他們其實角膜素行片更換 甚至有些應用都要換 那在台灣其實是設定 你晶片的壽命之類的 我不是說你一定不能一直使用 但是應該建議說你 最起碼超過一定的時間 例如說兩年的時候 你應該把晶片 就是近期拿來 就是每次製造點 可以一直檢查一下 看你這個晶片 還適合適合使用 甚至有些小朋友 或許他看起來 他並沒有刮傷 成績也還好 可是晶片啊 因為你在使用的過程 它是要來壓迫的這樣 那你在清潔過程中 也有可能造成 晶片的變形 這變形的部分 這其實就比較難 所以當你發覺小朋友 欸奇怪最近 近視控制也比較好 或許就是 一個要更換 晶片的一個時候 基本上就是說 其實近視就是要面對 就是有一些 就是有一些 父母認為說近視他 就是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那大部分的人都 很大眼睛 然後可以認為說 其實就是我小朋友 用功啊 才會 就是才會放近視 那基本上 其實近視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其實就是 父母 就是小朋友不知道 但是你能夠為他做一個 做最好的照片 所以你能幫助 守護小孩子的 其實就是 其他一個人 展開眼睛 謝謝 謝謝